大家好,歡迎回到Wilson 無形貴的時間 這部神高達 RG 這陣子每個人都去搶 其實一直都會有很多人發出一些數字 所以我就搞一些新意識 我一拿到也有這樣想的 我沒有跟別人搶第一天 我就是星期六才買的 那一晚很興奮的噴了一晚的笑 然後噴了一會大家會看到它的顏色 如果有看IG、Gundam Lab、Play Lab的社群 都已經知道我噴了什麼顏色 都不用賣關子的了 我噴了明鏡紫水的顏色 不是整隻噴金的 稍後就跟大家講解一下怎樣噴 每個人都去搶了 是不是每個人都知道它的吸引之處在哪裡呢 我想大部分人都在網上看那些素組的評論 都知道它的可動很強 其實我特地沒有怎樣看別人說什麼 因為我想用我自己第一身 去說一說我對這款模型的感想是怎樣的 我這次還要噴上色 我對哪些位置會刮油 之類的穿墨 可能都會有這些部分 就不只是說它的可動 事不宜遲了 我快點進入主題 跟大家看看實物 好了 實物就是這樣 這次噴明鏡紫水的顏色 都在網上甚至日本 它應該好像是Gundam Base 還是官方的頻道 Twitter 都看到它噴全金色 都很正常的 其實很多噴明鏡紫水就是貪懶 雖然說 貪懶就噴了金色 很多細節不用處理 其實本身在買這隻Gundam的時候 我也有心想一個要素 就是我現在沒有水貼 只有膠貼 不如趁這個時候噴一隻是明鏡紫水 我帶一條道理水貼也不上 其實噴了明鏡紫水也可以上水貼 但是處理上就可以 我不用貼那麼多 RG我通常都會比起HG貼得多一點 我現在都不跟著貼 但這次我看到它竟然沒有特別的marking 有的但很少 那些我帶可以慢慢等坊間有地方出 那我先再補貼上這隻也可以 因為如果我用平時我的砌法 我通常如果是白色的地方 我都是掃燒的 那燒光的底油就變了 再貼水貼就相對不行 不過就麻煩一點 它粗身一點就難貼一點 如果這個呢 其實我貼完水貼上去 我是唯一要想一個問題 我就是要不要噴多一層透明金上去 令到水貼不要白 即是白色的地方不要白色呢 那就不要那麼凸凸呢 是唯獨視去考慮這個問題 但是之後貼水貼都沒有什麼問題的 所以就選擇了今次呢 直接噴了這個明鏡紫水色 但是呢 又不想那麼單調 只是金色 所以它本身紅色的地方 我就做深色一點 甚至乎可以令到它看到本身是紅色 那麼藍色是最難處理的 藍色因為它怎麼噴都好 你都看不回藍色的嘛 但是我又想它跟紅色呢 有分別哦 那所以呢 大家平時看習慣了 我都是說用最快最懶的方法的嘛 那我今次都不例外的 雖然你看到我分曬色呢 但是其實呢 效果是這樣呢 其實歸功於就不是最大是我混什麼色 而是呢 我是全隻東西沒有上底灰的 只是噴金色的 當然我金色也不只是用一隻金色 那我稍後詳細每一隻顏色 講解我怎樣做 但是呢 你現在這樣看呢 我可以能夠去做到這個效果呢 其實是反過來完全不上底灰的 但是我不是說上底灰不行啊 不要誤會了啊 但是你上了底灰才要上我這些 用我這個方法上呢 那你就要重新首先填很多底色 那如果不是呢 你就不會做到那麼自然 是分回好像 就是現在的感覺就好像原色 它慢慢變化成金色 那深色的地方就那個金色都自然會不同了 那它現在就好像被人浮面噴了一大陣 這個透明金這樣的感覺了 那但是就那個金色當然不是透明金啦 那如果不是那個髮色沒有可能金黃金啦 那還有一個缺點的我這個方法沒有上底灰 就是呢 你看到我呢 鋪出來的照片好像和現在影片上的金色好像有點不同 甚至乎我現在畫面上看到的金色 和我現在看到它實物的金色又有不同 因為它沒有底灰的關係呢 那我平時噴金屬色一定是黑底灰的 那它沒有底灰的最大不好處就是呢 它的髮色會不穩定 就是它會受到底色影響呢 那我現在很多的底色是白色來的嘛 你看到我反光反去不同的角度呢 那個金色的黃的程度其實都會很大分別的 那你就是看得到它的白底看得到多少 就是它透了出來的嘛 但是這個也是我的原意來的 就是我想它本身是那個顏色的地方真的像是那個顏色變了金色 那顏色上呢 我轉個頭就會跟大家講解啦 那首先呢 什麼都還沒做之前呢 想比較一下小小HG 和HIRM 那首先看HG先啦 就是我都會說的 有時候HG有個好處就是你簡單又簡單的好 線條簡單啦 但是始終呢 這隻HG呢 其實已經是說了超過十年了 我忘記exactly幾多年了 這隻東西是在我剛剛開始 叫認真砌模型的時候砌第一次的 這個就是我近一兩年砌 就是近一兩年砌 你看到它掃燒補色 你看到我的偷膠位都不搞了 直接用最懶的方法 但是就 只是填了顏色進去那些偷膠位 那就是符合我這一兩年的主題 以前那隻呢 我還很記得我連這些偷膠 甚至乎打開這兩塊黃色的裡面的偷膠 我都補了 那時候出的呢 就是我很記得就是00第二季之後 沒多久的 因為那時候就是叫做 全的Gundam Project 我這裏應該都提過很多次的 那它如果沒有記錯呢 Gundam X 打後 就已經是出這部神高達的了 那所以 你想想Double O也十五年了 那它應該都接近的了 其實沒有都接近的了 應該可能我覺得是夠了十五年了 應該都 所以你看到跟這次RG比較 如果你是站姿勢就更明顯了 這隻腳就... 象腳就應該眾所周知的了 但是你看到我擺姿勢 其實是不是很差呢 我又覺得這東西其實不是很差的 不過你說 比起今次 即是你要拿來跟RG比較 就有比較就一定有傷害了 那你只是偷膠那些都已經輸了 那但是... 如果你是都... 喜歡加工的人呢 那你HG其實也還有它的價值 因為我覺得它的頭部其實挺漂亮的 當然啦 它的加工的功夫一定多過RG很多 但是你看到它的頭部其實也不是很差的 即是你說比起RG這個 我覺得是... 風格上不一樣的 但是其實兩個頭型都不差的 那甚至乎... 之前的HIRM 那時候應該是沒有拍片這個習慣的 那就是... 我記得那時候是出相片的 我記得我那時候是 在Gundam Lab裡 這個HIRM的頭型也是很不錯的 都是很漂亮的 但是... 你始終一個1比100 一個1比144呢 那我就... 那我就... 不覺得它兩個是一個取代的關係 我只會覺得是... 這個... 你如果想玩144 就玩今次的RG啦 你玩開1比100 你可能都會選擇HIRM也不頂 那... 那... 我覺得... HIRM其實都很漂亮的了 但是... 唯一你說... 就是... 比較大的分別啦 就一定它的肌肉感強很多啦 就是... 今次... 雖然說RG呢 但是你看到它... 除了精密了... 就是... 細節很精密啦 但是你看到它的外型呢 基本上... 我們認識的那種... TV版的外型 其實很相似 就沒有什麼經過那些... 那些... 很... 誇張的魔改的 是最多一些可動的東西呢 比起我們預期中多 譬如... 對翼可以向後屈之類的那些 待會會講解啦 那... 但是你看到它外型上 不會像HIRM那樣呢 它魔改了那麼多的 你看到它呢 即是... 腹肌也有了 即是... 即是... 誇張... 但我是很喜歡的 先說明先啦 那... 另外... 它的大腿肌肉... 小腿肌肉... 很澎湃 這個就是... 它跟RG最大分別啦 在魔改的程度上... 差很遠啦 RG其實只是細節了 其實真的不算怎樣魔改 那好啦... 那... 簡單的比較來到這裡啦 那我就正式跟大家看一看它的本體先 好啦... 那... 說到今次呢... 噴這些金色最大功臣呢 就是... 這兩支... 油啦 這次其實不是全用金色的 你見到這支星光金呢 如果只噴星光金呢 其實只有白色的位置而已 那... 其他那些是怎樣做呢 首先逐樣講 星光金就噴了白色位啦 那... 這個呢... 珍珠銅呢 那... 我就噴關節的 那... 那... 你看到... 我現在可能呢... 你看得... 不太清楚啦 那些關節 有哪些是噴了珍珠銅呢 我就是... 在灰色的位置呢 我又是不打底灰 直接就噴珍珠銅 還要盡量噴一層 或者是有些位置不夠飽和呢 我噴多... 很薄的噴多一層而已 可動就不再做一次啦 你看到我摺的手呢 都很簡單的 是的 但就... 可能會有時會噴到一些關節呢 你會覺得有點鬆鬆的感覺 這樣 但其實就... 因為它不拿武器 所以這次的可動呢 手的可動呢 不是故意做得特別緊的 除了肩膀 因為肩膀有波狀 所以我又噴了油 所以有點緊 我先鬆它 那... 讓大家看到一些關節 這個手掌呢 也是珍珠銅來的 是的 但是就... 因為它外露的... 外露的範圍多呢 你就比較容易看到它的銅色啦 但是你看到我平時這些關節位呢 當然現在你看完它之後 你覺得它也是銅色啦 但是就... 其實沒有這麼明顯的 一縮了它的關節呢 那些... 就是它受到光的程度低了 其實它那個... 灰的感覺就會重了 其實你看回Eca也是一樣的 Eca也是那些... 珍珠銅來的 它不同的角度反光 就會有不同的效果啦 你看到它這樣灰色就會比較透了出來啦 那它也... 身上上下很多位置都是... 它本身是骨架的灰色透了出來 包括... 膊頭... 這些瓦礫位啦 大腿啦 裙甲啦 這些就是普通就這樣 我在灰色上面上的珍珠銅 那另外... 紅色的位置先啦 你可能會以為我是噴金色... 浮面上噴了金色啦 紅色底的噴金色啦 甚至乎你以為我混了一隻... 金屬紅啦 那其實就... 不是的 那我開頭就想過兩個選項 要不呢... 真是混了一隻金屬紅啦 那但是我又... 擔心著太造作 即是變了別的東西 所以我最後呢... 那我又懶鬼了 那我就決定... 就這樣呢... 用回它成形色的紅色 然後浮面呢... 用這個... 星光金... 就溝透明橙 就大概呢... 六四比到啦 六份星光金... 都有四份透明橙 那我令到這隻金色呢... 一來我... 我降低它的遮蓋力先 因為我有透明油在裡面 我降低它少少少的遮蓋力先 這個是我自己的理論 其實... 實質上是不是因為這樣呢... 可能要高手解答啊... 那我覺得我混了這麼多透明油下去 應該遮蓋力是會降低了少少的 那個目的就是想它透回底色出來 所以呢... 那我就變了... 我最後只是噴兩層啦... 那我都不敢噴得多啦... 我都怕遮蓋了 因為我... 我開頭我是... 沒有去試色的... 我一晚搞定的就是這隻東西 我練剪件... 我由零開始剪件 去到噴好那些件 我還沒計算組裝啦... 那我噴好那些東西 就已經天亮八點鐘我去睡覺啦... 所以呢... 我第二天才拍的東西... 整個過程我是沒有試過那些顏色的... 所以... 我是... 搏一扣而已... 就... 結果就OK啦... 那我這個就... 真的透了少少紅色出來啦... 而黃色的地方呢... 那當然不會想跟白色一樣色啦... 它如果你只噴金呢... 它又肯定是會... 最後變得差不多啦... 即使它的底色是黃色... 那直覺最明顯啦... 黃色的地方... 這個呢... 那我就簡單點... 我就... 都是星光金混橙色... 但是我混的比例呢... 就比起我紅色那裡呢... 我就... 雀量少點的... 因為我混油那個方式... 不是... 真的拿涼杯去量度得很準的... 而已... 我真的擠進噴筆而已... 就是用這些瓶子擠進噴筆而已... 就是... 兩邊都擠進去... 然後... 然後... 所以... 就... 未必很準確啦... 我講一些比例... 但是它那個橙的比例呢... 我是... 做得比... 紅色這個位置是少的... 因為... 黃色很容易就被那些金色遮到... 那我其實... 最終... 一定要靠我的金色... 略為給那些白色地方呢... 金色本身... 混到有分別... 因為我白色這些部分... 我是就這樣升光金的嘛... 那我其實... 混橙色一點點... 就已經做到分別的了... 所以就混了大概... 20-30%橙色啦... 就是去噴那些黃色位... 因為如果太深色呢... 又奇怪喔... 那我會貼近了那些紅色喔... 那所以我就... 有個比例上... 我就這樣去考慮啦... 而藍色的位置... 剛才也有說啦... 最麻煩啦... 我... 其實我都不會透出藍色的啦... 我是... 在藍色上直接噴都好啦... 都是... 分別不大啦... 那... 但是呢... 又要考慮一件事喔... 如果我照用金色噴呢... 我很怕... 即是... 蓋上它的顏色呢... 改變到... 因為我... 因為我... 我都說了... 我沒有試過顏色... 其實我是不知道會發出來... 原來... 是可以令到底色那麼出的... 那我... 我沒有考慮到... 我是很怕糟糕的... 所以呢... 我藍色的部分... 其實也都做了一些... 我不是用星光金的... 那所以呢... 我是... 反過來... 用這個... 珍珠銅... 來去... 溝了... 這個... 都是... 一些透明橙... 不過我溝透明橙的比例呢... 也是不算多的... 即是... 都是三成頂盡的而已... 因為都是憑感覺... 大概都是兩、三成... 我看到... 穀一穀槍呢... 看一隻顏色適合... 才噴下去... 這樣... 所以可能我中間... 加了一點點... 忘記了都不頂... 那... 藍色就這樣處理了... 所以你見到它... 就算... 反出來呢... 都... 不是很金的... 你見到它... 深色很多的... 其實你... 看得出是銅色來的... 即是... 你見到一些反光面呢... 你見到我跟紅色的感覺不同的... 紅色的感覺本身是金一點的... 但藍色這邊是銅一點的... 結果出來就... 都蠻好... 托賴整個顏色的組合... 都... 都... 挺貼近我心目中想要的東西... 顏色說到這裡了... 終於去到可動了... 今次可動呢... 很多話說的... 我盡量在我屈倒的程度下... 跟大家說可動... 如有遺漏呢... 就... 大家在下面補充回... 因為我都是... 第一手的感覺去玩這東西... 我就... 暫時未特地去看... 其他人的影片的... 只是最多可能... 看到別人鋪一兩張照片去看... 看看而已... 好了... 順便說到今次的配件... 當然有這個... 日輪效果啦... 你看到... 分開一層層的... 到時PB版呢... 通常都是這樣叫... 比起之前的TRI-RM... 就這樣一個圈... 今次做這個效果都頗特別的... 但是... 它那個... 套進去的方式... 比較特別些... 它是... 這樣扣著... 三層... 這裡是能動的軸... 這兩邊有一個... 它就這樣屈曲... 而令到它... 可以有個位置空間扣進去... 但是... 反過來說... 你很容易... 當你不小心動了這個軸... 外面和中間的軸... 都比較容易掉出來的... 當然啦... 顯示器的時候... 應該不會動它啦... 自己... 留意一下就OK的啦... 另外啦... 你看到那些爆熱神像呢... 今次呢... 雖然我自己外面... 就噴多了一層... 透明橙... 加了少少少星光金... 這樣... 令到它... 它的水紋消失啦... 但其實它這次... 竟然不是用透明件... 我都猜不到的... 那... 就用了... 你看到... 框架的這一種... 但是這樣說... 我不是覺得... 這樣不好啊... 即是... 透明件有個好處就是... 一定不會... 很大的... 下癡啦... 所謂就是... 那些水紋啦... 那它的... 下癡會少些啦... 但是我覺得... 這一個... 的髮色... 不錯啊... 這隻金屬橙... 當然啦... 有水紋就一定會有的缺點啦... 但是... 我又覺得... 手掌那麼細細呢... 其實它不是一個... 大的平面上有水紋... 如果你作為素組派... 應該會接受的喔... 但是當然啦... 喜不喜歡... 見仁見智呢... 透明件一定不會出事... 但是... 其實... 手掌是怎麼會透明的啊... 反而... 反而... 我覺得這件事不真實的... 所以... 它用這個顏色... 我覺得都合理的... 其實... 另外... 就有個... 你看到有個綠色的位... 就是... 胸口... 打開了之後... 那個剛才... 沒有說到我怎麼噴的... 那... 待會打開的時候... 我再跟大家說一說... 另外... 它會有... 握劍的手... 但是... 今次的劍... 我真的不想退出來了... 因為這把劍... 它... 今次用一個方法套進去... 這個跟可動... 相對沒有那麼大關係... 先說了... 這樣... 它... 不是在上面扔下去... 我... 一開始以為它會用... 上面扔下去的方式... 但是... 它是要我整把劍... 穿過這個... 這個... 擺劍的位置... 我其實... 真的不想拿它出來... 待會... 我現在... 把劍給大家看算了... 真的不想拿它出來... 因為它... 刮油刮得很厲害... 但是... 它... 它不會刮到劍身的... 進了頭之後... 但問題是... 我進頭的時候... 頭刮到飛起了... 對啦... 不知是否我進得不好... 我兩邊都刮... 那我就... 補好了之後... 其實我是補噴了一點點的... 那... 但是... 這次劍的效果... 其實是漂亮的... 劍的效果... 是用這個... 你開啟的... 會見到的一樣... 好像日本刀一樣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 如果你想重現它... 那些開啟之類的姿勢... 它這個日本刀... 的... 的... 的效果... 就很有用了... 而且也沒有第二... 就是沒有第二件模型... 是有同一個... 以我所知... 我相信它跟... Mr.武士道的... 那把都應該不是... 同一個模型來的... 看起來就... 我記得... 那個好像... 粗一點點的... 應該... 如果你覺得... 是完全一樣的話... 你告訴我... 那我更正回... 但是... 我看起來就... 應該不是很一樣的... 說回... 爆熱神掌... 應該有一個... 就是這樣的手型... 平時大家所認識的... 爆熱神掌... 不是就這樣攤開手... 那它最大敗筆... 就是... 只有右手... 沒有左手... 那我又不太記得... PB的零件list... 是不是有一個... 左手的... 大家... 上網自己查一下... 我一時間忘記了... 這樣呢... 另外... 有平手... 很標準的... 但是... 它這次的所有手型... 都肯定是新金型來的... 不是沿用之前RG那些... 所以你看到它... 那些形狀... 是比較陌生的... 有新意的... 我感覺... 即使是實心拳... 都... 如果你... 隨便拿回一隻之前的RG... 去比較... 是不同的... 這個手背這塊甲... 很多RG是厚過它的... 不過... 這樣說... 是不是漂亮一點呢? 我就覺得... 未算是... 這個我是有少少意見的... 你看到它的拳頭... 石子這個位... 是... 模糊了的細節... 我覺得... 反而... 很多之前的RG拳頭... 是沒有這個問題呢? 這個比較有少少的問題... 但是拳頭對於神高達來說... 應該很重要的... 既然都開新金型了... 但是它又不知道... 為什麼它的細節是這麼模糊的... 那我這個... 整盒東西唯一... 比較著眼的... 一個... 我自己覺得... 不足的位置... 當然啦... 如果你是反正... 用那些... 爆熱神掌那些... 你當然可以無視我這個批評啦... 但是就... 讚還讚... 要彈的地方... 我都會照實說的... 貼紙啦... 你看到這次呢... 最重要呢... 就是它又沒有一些... 特殊的marking啦... 那我其實... 覺得最大的特殊marking... 都只是... 它腰間又用到一些... 字的... 我現在就是... 眼都凸了... 我都不知道它寫什麼... 那就... 應該都是那些... 機體的番號啦... 是的... 編號啦... 另外... 就有一些... 寫著... God Gundam... 這樣的... 的marking啦... 不知... 我忘記了... 這個是貼肩膊頭的... 我一定貼哪裏... 但就... 這些marking... 就是RG原創的... 一些logo呢... 就比較想... 我會想... 當它有水貼的時候... 都會加上去的... 我都有些想... 那另外... 它就... 這些應該不是一定要貼的... 什麼有... 幻譜... 夢電... 什麼影露... 那樣呢... 其實... 不太知道它這些字是做什麼的... 另外呢... 它也真的有... 流派東方不敗之類的... 那這些... 這些字... 它... 我忘記了... 它是不是... 有建議你貼在哪裏... 還是飲你貼的那些... 來的... 那它都應該... 其實都很正常的... 這些字... 它應該未必是一個... 設定上要你貼... 但是它留給你... 你喜歡貼去哪裏... 貼去哪裏... 我相信是... 那它這次的... 其他... 大部分都是... 一些... 不關事的警告標籤來的... 所以如果你... 就算... 不用等它那張水貼呢... 其實你都可以自己DIY... 自己喜歡貼... 其他... 即是... 找一些通用的水貼貼上去... 其實都... 重現了九成都應該可以的... 但是... 只不過那些... 文字就真的沒辦法了... 要等水貼了... 好了... 那就... 正式... 做完最後... 拖了很久了... 真是太多話說了... 這次... 就... 做完可動給大家看了... 那... 首先... 頭... 可以向上移動得很厲害的... 但是它的構造問題呢... 它有... 你扣進去的時候... 有一塊東西... 它是叫你塞在胸口的... 那... 它塞在胸口呢... 其實是有少少... 和你打開它的蓋... 這個打開這個蓋... 是有少少干涉的... 如果你塞得不夠進去... 你待會這個位置打開... 是很痛苦的... 所以我自己... 調好這個位置之後... 其實我下了少少膠水... 黏死了... 這一塊... 對啦... 如果你組成了... 你就會明白我說什麼了... 另外... 它的頭開握得很高啦... 那... 這些... 火神砲的位置是可以打開啦... 就... 當然就不需要... 像HG之類那些... 可能要拔插... 那些... 它直接就可以打開啦... 那... 肩膀呢... 你看到我剛才這樣都縮啦... 那... 它其實是有少少可以抽出來... 但就不要那麼大力喔... 因為我第一次抽出來... 試過整個... 連裡面的關節位拔了出來... 因為我在那裡... 試一下可動的時候... 嘩... 幾鬼怕弄斷東西的... 所以呢... 嚇死我... 那就... 退出來了啦... 然後呢... 它很有趣喔... 它這樣退這個... 當然不是波階啦... 就是那些... 有一個... 那些... 直插的... 那些... 那些... 另外呢... 鑊著手這個位... 是波階來的喔... 所以呢... 它其實有少少可以向上屈啦... 又可以... 再向前屈啦... 向後屈啦... 都... 可以... 360度可動的... 即是那個波階來的... 因為... 那... 如果你要咬上這個肩膀呢... 就不是靠... 平時... 大家組合MG那種... 即是... 轉動的軸... 而是靠波階的... 那... 就... 它最多... 可以伸到那麼高的... 因為它裡面這個關節呢... 連著... 手臂都更多了一重關節的... 即是... 除了肩甲... 薄了波階... 它所以呢... 舉到隻手呢... 痴媽筋可以那麼高的... 打側舉呀... 現在不是說... 即是沒有領過肩甲的... 但就很怪雞啦... 會... 你整個... 上臂已經扯到上來的肩膀位啦... 那就怪雞了少少少... 但是... 告訴你... 這樣屈得啦... 另外... 就... 可以接到頂到甲為止的啦... 其實就... 對接的啦... 其實... 還有呢... 又是啦... 這個位置呢... 可以做轉動的... 這一部分轉動就很緊要啦... 因為它... 有一個... 爆熱神掌的發生器啦... 可以屈去你想要的角度來扭出來啦... 這個很重要啦... 來做爆熱神掌的動作的時候... 然後呢... 當然這兩支東西呢... 就可以咬出來啦... 可動啦... 我懷疑我有少少少裝錯東西... 因為不知為何呢... 它有點向我內屈... 可能我兩邊左右倒轉來裝... 可能待會要做少少糾正... 又是啦... 跟HIRM一樣啦... 無需拆件啦... 就直接可以退前面啦... 這個就... 我覺得都... 幾基本的啦... 但是它比起HIRM... 比較... FIRM 一點的... HIRM 扭去前面呢... 它裡面那個軸呢... 它是... 一來絲自扣啦... 有一個就白化了... 那就是它是... 可能有機會... 撞爆的... 還有它白化了... 其實可能已經鬆了嘛... 那它就變了呢... 它有少少少條條性的... 我HIRM 那個... 那現在RG這個我覺得就幾FIRM... 那另外... 那條腰的可動啦... 它條腰呢... 這些這樣的... 左右啦... 前啦... 後啦... 前後... 反而其實還好啦... 還好啦... 左右的那個幅度就... 比較好些啦... 對啦... 那另外... 那隻腳啦... 裙甲手先咬氣先啦... 那然後... 那隻腳呢... 好... 那隻腳的可動非常好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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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裙甲呢... 都特意遷就了的... 裙甲平時呢... 它應該扣在這個位的嘛... 扣在旁邊的嘛... 那它就變了扣後裙甲... 那它就是個目的呢... 令到你揭起的時候... 那如果跟一個波桩是扣中間這裡呢... 去到差不多是就會頂住的嘛... 那麼... 他扣在後裙甲呢... 那你就可以向後屈一點點... 那就 你看到我呢... 其實還可以向後屈呢... 那麼他變相... 我打側... 劈腳... 怎麼砍呢 都很久都碰不到腰甲 所以見到很多人做一字馬 一點問題都沒有 而且做完一字馬 為什麼站得穩呢 就是他呢 用這個轉動軸 但是呢 你要留意一個位置 轉動軸呢 前腳掌可以轉得多些 後腳掌都可以 但是就轉得到的幅度比較少 因為他比這塊 就是就是 剛剛學會的新Terms 就是Ankle Guard 擋住了一點點 所以你變成 他是可以做到一字馬 但是呢 其實就硬硬 只是扭前腳掌去摺地 其實後腳掌就摺不完 就是做這件事 還有他股關節呢 又是有得 退上退下的 又是有那個位置 那你視乎你的 姿勢來去調節了 就可以去騰 騰回適合你想要的位置 那好啦 那背包呢 眾所周知 你熟悉神高達都知道 他是Core Fighter 那他就很簡單的 那結構呢 其實跟平時的Core Fighter 本身差不多 就是這個 這個 這樣轉過來就可以插入 這部機 那他都不是多了很多件 那是真的 細節了 就是裝個透明玻璃上去 啊 細節多了 那樣 但是這次最大最大分別 一定是對翼了 他對翼呢 你看他可以 這樣咬出來 這個是很新的 就是呢 之前呢 你看到啦 HG之類的 那些 他其實都只是向橫的 沒得整個抽向後屈的 他最多呢 最多最多呢 都真的只是 打開啊 關掉啊 那樣 那樣 但是這次就做了一些新意思 因為 其實就是這樣 之前擺姿勢呢 就比較死板 尤其是他沒有打開的時候 就是你打開了 你正常不需要向後屈 不用勝都行 但是你現在還沒打開的時候呢 如果他這樣可以向後屈呢 你變成你擺姿勢的時候 就多了很多的變化了 就是你有時候 想跪在那裡 就是有時候想做一些跪姿勢 是啦 想跪在那裡 那你的翼這樣呢 如果你都是這樣 只在旁邊呢 那旁邊沒有那麼有型的嘛 那你這樣可以向後屈呢 整個側面就變形了 對啦 你就可以整個跪在那裡的姿勢 之類 或者你想看他側面 那時候就多了一個選擇了 可以這樣屈啦 好啦 那剛才再說啦 這個打開的Gimmick 這個打開我剛才沒有詳細做啦 其實他是這樣打開了上半部分 就再推多一部分上去的 那所以呢 其實這個也是有少少刮油風險的 所以這個也是大家自己斟著啦 如果你噴了油的就不要整天 就不斷打開關閉 那這樣啦 那可動呢 也都來到這裡啦 那呢 就最後呢 放一個爆熱神像姿勢 去結束這個回合先 好啦 那我因為就我鏡頭呢 那 放著這個姿勢先呢 可以再放好一點 我覺得好像差一點 但是呢 說了我想說的重點先 首先他這次爆熱神像這個甲 比起HIRM 就更加可以將這兩塊東西 貼近到手指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重要 之前HIRM 雖然他那兩塊甲是可以啞開的 我給大家看看 雖然它是可以啞開的 但是呢 其實它是很難完全貼近到的手指 其實都不是不行 但是你一放這樣 向前掌出去的姿勢 那樣的姿勢 總是好像 都有一種分離感 當然很難去套進手指 但是就 今次的感覺就貼服一點 相對 還有剛才說的 他胸口的東西本身 未變成綠色的 那我今次這個顏色呢 也都是 就這樣用它的綠色來做底色 但是我 除了金色之外 這個星光金之外 還混了少少少黃色 透明黃色 還透明這個 透明綠 來去混的 那我比例真的不記得了 那就混到自己滿意為止 然後才噴上去 然後噴完上去的顏色 不是很適合 我記得我再加了少少少 不知加了金色 還是加了什麼 因為我覺得綠色太厲害了 都是 混的太多了 我想它 因為變金的感覺 比較強 所以加了少少少金色 再噴上去 就變成現在這樣了 好 另外 它的日輪Effect 裝上去 又是有刮油問題的 不過它在後面 所以就相對沒有這麼覺得 你裝的日輪Effect 你問我整部飛機拆下來 裝就最好的 因為它這兩塊東西 因為它那個翅膀可以向後屈 可以動的 如果它屈了那時候去搞 就會變了 有機會令它難入一點 總之它們在最正常 什麼都 什麼角度 沒有屈的狀態下 對它下去 就比較不會頂住 那就沒有那麼刮油 如果不是 你一動了角度 它那個軸 因為它那個動的軸 有一個六角形之類 有一個Join 會頂住它 它只要一動了角度 它那個起角的位置 就會凸出來 我就已經刮了少少油 我那個 記得就要留意這一點 還有它這次呢 竟然你見我 隔著那個左 它終於肯給回那個3mm洞 它不怕穿崩 其實我真的不太介意 尾巴 或者 你其實可以 要不就加一個蓋子 其實我真的不怕穿崩 我真的想要回那個3mm洞 那它這次終於給回我了 我不想用它們的 扣著屁股的 然後再隔著 扣著屁股的東西 經常都很鬆 那它這次終於給回那個3mm洞 那就可以好像HG 總之我一有台座 我就插進去 這就是玩1-1-4-4最開心的地方 那這次就來到這裏 那又很高興 真的終於 見到這個RG的神高達 延期了兩個多月 那都等到哪了 真的這隻 那就 即刻噴了這個 明鏡子水色 那就看到大家 在各個我鋪了這個 這個 相片上去的平台上 都好像似乎都反應都不錯 那都很高興大家都喜歡這款作品 希望我這次 講的顏色配搭的方法上 大家有參考的作用 那如果是的話就很高興了 喜歡這條片的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在下面留言 可以大家討論一下 記得按鈴鐺 收睇其他節目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多謝 拜拜 日本授權 孔子設計 台灣製造 千象堂高達UC聯成T系列 延期加速